欢迎收听娱乐圈既时反腐巨制 人民的名义第二部 人民的公义同名广播剧 主演李学正中演邪正义网民等 播讲乱红浅犬时 本故事并非虚构 如有雷同绝非巧合 创作耗时预知后续发展 请搜索新浪微博李学正 时时追剧 你可以暂时蒙蔽所有人 也可以永远蒙蔽一部分人 但你不可能永远蒙蔽所有的人 娱乐圈某利益集团 长期以来欺上瞒下相互勾结 十分嚣张 大到明星艺人 小到网络主播 他们管了个遍 听话的便是赚钱的傀儡 不听话的便利用强权 泼脏水 毁名誉 使之全网封杀 或许是这种事情已经习以为常了 他们并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 然而这一次他们似乎 然而这一次他们似乎踢倒了铁板 2021年11月23日 钟眼学在自己的微博官方账号使用iPhone手机发布了一条公告 公布了第九批主播警示名单 该名单包括85名主播以及三名艺人 名单已经公布便得到了强烈反响 毕竟与前八批相比 这次出现在名单中的三名艺人 知名度都相当高 此时 因为有着多年新闻反腐经验的媒体人 人民的名义制片人 李学正主任 却敏锐地察觉到了 这看似冠冕堂皇 惩戒艺人的大旗背后的不对劲 这市井名单是如何产生的 公告强调 对名单不符者 可以在协会秘书处申诉 为什么不是在上级机关申诉 而是去该协会的秘书处申诉 这不符合一般的程序 而这样的申诉谁来受理 谁来再次评估 谁来下最后的结论呢 毕竟 常年在有关部门担任反腐 畅联工作的他很明白 有权力的地方 最容易滋生腐败 如果名单中的艺人 为了自己能够被移除名单 使用不正当的手段 又有谁可以监督 对于这种可能性 都应该提前预警 防患于未然 让整个惩戒过程 更加严谨科学 公平公正 他还表示 自己的质疑是充满善意的 是出于希望对方 能在工作中做得更加规范 更加专业 让行业发展得更好的 但李老的苦心 对方又如何能够明白 向来利益网遍布 将权力运作到极致的这群人 又怎会感受到对方的善意 于是 之前百事不爽的套路 便又来了 网络协会 掌管着大大小小的网络平台 随便动用些许水军 就能很容易地 给一个人扣帽子 泼脏水 他们将李老的动机 抹黑为 收黑钱 为劣迹一人付出 而洗白 甚至 在装死了好几天 民情汹涌的状态下 选择了联动了 大量的蓝威媒体 把自己之前的惩戒措施 包装为 行业自律 并且义正言辞的阐述 清理劣迹一人 不允许劣迹一人付出的 正向意义 以及其出发点 有多么高尚 他们以为 掌握网络平台 对流量 收放自如的他们 能够很轻易地 打赢这场 针对他们的攻坚 可是 他们唯一低估的 是民心 是李老曾经的作品 人民的名义 在群众中拥有 广泛良好的口碑 让人们在第一时间 并没有选择 质疑他的质疑 而是愿意付出一些时间 思考他的输出 是八月那场轰轰烈烈的批判 太过来势汹汹 时间太过巧合 完结的又太过仓促 之后打击的太过不尽人情 让很多人浸入寒蝉 也给很多人的内心 留下了疑问 所以这一次 他们并没有成功 网友的力量是强大的 从历史记录的边边角角 他们发现了这个协会的各种问题 其中的领导 要么曾经管理涉皇公司 要么涉及违法犯罪 甚至还有的公司 拥有大量的境外资本的投资 这样资质的一个社会团体 又凭什么 把自己伪装成官方 举起审判之鉴去评判 跟他们有着竞争关系的同行 这样既当运动员 又当裁判员的行为 着实让人不能理解 不能认同 而利用官媒的影响力 为自己背书的行为 着实惹恼了很多人 他们发现 这位利用职务之变 帮助协会洗白发稿的记者 本身就思想不端 行为失德 这正如网友的打游诗中 形容的那般 十五领导九射黄 装聋作哑 最在行 年轻淑女六间房 又一公司 注资忙 失德记者来采访 自问自答 甩锅王 三个热搜 旗上榜 乍号禁言 精选忙 玩弄舆论 哪家墙 中眼协会 称霸王 上面有人 他不怕 唬人就把声名下 故左右而言其他 死不回应 装傻瓜 您别怪他太猖狂 行业垄断 属最强 如此协会 被害国家 党和人民 难饶他